說新年流流 真是你被人罵一大餐 被中國國務院罵一大餐 是的 突然間這麼激 用了那些標準的共產黨議員罵 哎呀 實際在那個使館裏面 不是 不是 在那個國務院裏面 我前後講一會兒 沒什麼樣子 因為美國國務院找了五個港人 歐馬在內 還有幾個 其他幾個 他們都不要講別人的名字 可能別人喜歡講就講 就去跟國務院談 這些其實是很常規的事情 我以前都談了很多 我以前每個月都去談 就是國務院人權勞工 副國務卿 是負責人權勞工處的 他就要見香港的人 他們制定很多政策 他們了解情況 了解情況 大家去談就談 誰知道談完 為什麼媒體又報導出來 報道出來之後 又被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寫一篇 我好久沒有見過這樣的文章了 是《情文革文章》來 什麼的東西 不 是吧 《情文革文章》 《情文革文章》 自己和整班人 變得你沒有故事講了 有什麼事情大家放出來 正式很傻的 國務院的例行會議 全世界的人都找去的 真的很傻 你本來不是一件事 你現在就變了國務院 回頭看什麼感 我覺得有時候中國那邊做的事情 以自己的邏輯來套別人 最後就叫做不知所云了 問我們這個節目有沒有誰在後面付錢 他永遠都懷疑到是我的勢力 今年我就看到 我覺得今年複雜到不得了 可以用英文叫unpredictable 難以預測的今年會發生的事情 在亞洲也好 在美洲也好 反而在歐洲也好 我真是天下大亂 今年在亞洲 中國附近 台灣的選舉完了 那邊本來就不會有什麼事的 我從來都猜台灣大選 就不會有那種衝突的 中國那是人可以控制的 現在不可以控制的 你看那篇就是了 菲律賓 菲律賓看著它的島鏈那裡有條船的 這條船是幾十年的了 放在那裡 那條船現在差距離 破船 那條破船 現在想到之後呢 菲律賓的防守怎麼辦呢 中國現在起了島嶼在那裡 所以如果這樣衝突呢 菲律賓就 因為美、菲之間有協防條約的嘛 菲律賓原來是美國殖民地來的嘛 那你這樣做呢 如果是中國和菲律賓衝突 中國和越南啊 中國和印尼有些衝突呢 都容易講些 中國如果和菲律賓這樣的衝突呢 美國就直接捲了進去了 所以中國和台灣的衝突也容易解決一點 和菲律賓衝突也很難解決的 所以這裏就出了問題了 亞洲這裏就出問題 紅海就出緊問題了 出緊問題呢 就現在呢 就是剛剛前幾天 以色列就打哈馬斯 現在整個加沙那邊主要街道掃平 連那些樓全部掃平 為什麼要全部掃平 下面全部是地道拿來攻擊你 聯合國那些總部 南民署的總部下面就是地道 就是隧道 幾百里隧道啊 你說實在是幾百里 二百多米 三百四百公里隧道 全部都是中國派人過去 去捉他們怎麼做 我覺得也不至於 不是容易做的 隧道很難過 很高技術的 是 但是那幫人做了很長時間了 他們那幫人 其實中國不是那麼明框去支持哈馬斯 因為中國最怕的是穆斯林世界出問題 出到新疆和寧夏 所以中國對阿拉伯世界始終是講一套做一套的 寧願思考去親近以色列而已 以色列就有很多生意做 以色列過去那十多年就做了很多生意了 我相信中國不會去加沙 很多外面的自媒體和反共的人士 什麼都折在中共頭上 不可以的 因為中共有中共其他很多狡猾的考慮 你不可以說什麼都是他 加沙 加沙亂對中國沒有什麼好處的 因為另外很多討厭阿拉伯世界的人 天天都在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又是不想他亂了 對他沒有任何好處的嘛 所以中東這裏就 Huti那邊也沒有人想去管 現在搞成這樣 現在延門有很多火箭的 打了幾個星期了 是啊 現在那些火箭你猜到哪裏 還有無人機 怎麼有這麼多 我只想想那些鄉下游擊隊而已 沒有料到 怎麼知道這麼厲害 現在的東西很便宜 無人機最便宜的是幾百元 最貴的都是幾萬元一架 幾萬元對著你那些 那些是一億那些 他可以對著你 整家貨櫃箱 如果被他炸沉了 這個值多少錢 所以伊朗 但是伊朗到底是什麼情況 我們又不是這麼清楚的 我們真的不清楚 有時候我特地去找關伊朗 因為你為什麼一方面 你看到伊朗在那裏支持這些什葉派 這些什麼組織 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伊朗國內 我們在中國大陸過來就知道了 最差的時候 是什麼聲音都聽不見的 然後遊行 想都不用想出街 出街就抓了你 槍位了 什麼都知道 但是伊朗的時候 你看到伊朗這幾年 大規模示威 選舉全部都存在的 所以實際上伊朗國內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們也不是這麼清楚的 我們真的 它到底發展會是怎樣的 到底它的技術能力是怎樣的 伊朗石油多 它的資金能力 技術能力到底是怎樣的 有一條就是中東 沙特阿拉伯那些女人 剛剛才准開車而已 伊朗和伊拉克五、六十年代 他們世俗革命之下 伊朗伊拉克1958年科技黨上台 伊朗巴列為53年以後 巴列為國王他們改革 男女平等 女人讀書 學校教育很厲害的 所以你又不知道它真的是什麼情況 那些人很洋化的 我去德克蘭那時候 庫米尼還沒回來的時候 很洋化的 又開派對又成的 跟西方一些分別都沒有 現在那些原教主 原教主 原教主 那些回到來之後 他們都是出街一逃 回到家裡完全是西方人一樣的 你可以想想 當時伊拉克主持伊拉克核武器發展 是個女科學家 他們伊朗人可以讀書的 整個中東來說 最厲害就是伊朗人 第二實際就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的教育程度相當好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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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比較給中東 給中東 不是啊 巴勒斯坦人是出來的 是的 出來的那些英文好得不得了的 他就像古巴人 出來的那些都走光了 不跟你玩了 他們是最頂級的 是的 走的那些是厲害的人來的 走了的了 剩下的那些就是那些 真是恐怖分子這麼盛行的教育 所以你是出來見到那些人是厲害的 在裏頭是不厲害的 所以 今年最容易著火在哪裡 如果在戰爭方面 現在正著火 烏克蘭那邊著火 就是著了 我覺得東歐都七七八八的了 東歐那邊那些火都會 如果東歐最怕燒到波蘭 如果燒到波蘭 歷史上來說 這個世界就玩完了 今次國方都挺謹慎的 波蘭雖然說得這麼厲害 但是波蘭的問題很謹慎 因為波蘭一出事就瞄到立陶宛了 我們目前來講 就沒有這個趨勢還可以 中東 中東 你猜拿特約一號 拿特約一號搞完北面 現在搞在南邊 南加沙 它是一定要200萬難民 不知怎辦好 以後真的 這些是無解的 真的是無解的 今年還要出事 可能要出事 阿根廷 阿根廷現在這個新總統 那幫工人要推翻 工人 農民要推翻政府 大規模在改革 很痛的 這種要斬政府部門 這個改革很痛的 所以阿根廷不知道會出什麼問題 那幾天都有人擔心 整個拉尾 真的一窩熟 搞到連七八糟 阿根廷那些人全部都是拿福利的 從貝羅開始拿 拿到現在 四十年了 是啊 所以就亂了 四十年 七十年了 七十年 六零年代 什麼時候開始的 五零年代開始的 應該是二次大戰以後 四零年代以後就開始了 是 是 是 四零年代以後 然後Evita 是不是? Evita 是不是Evita 過了出去 之後又回來了 其中又回來了 另外再娶她老婆 又來過 很長的故事 所以阿根廷今年這樣搞 不知道怎樣 這個世界就亂了 真的世界亂了 是 我不知道 美國今年選舉 真的又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情 加拿大呢 加拿大呢 加拿大今年要選 要選 是不是? 要選 卓都不行了 卓都不行 但是呢 保守黨那邊 我不清楚情況 所以民情很洶湧 是 是 是 你剛才說菲律賓是很大的事情 菲律賓美國有九個還是十一個基地 現在全部派了軍隊 全部那些基地 全部都開了 以前那些基地 所以大件事 開了基地 但是美國現在的戰爭能力 多長下來呢 美國現在又很擔心自己打不打到 不夠人 最近出了一個命令 所有退休的飛機師 退休的戰鬥機的飛機師 要求他們回來 不夠人握飛機 飛機是大量的 不夠人握 地面部隊不夠人呢? 全部都是 但是根本那些人不想幫他們打 傳統打仗的美國軍隊最基本的人 是南嶺階級的白人男性 現在南嶺階級的白人男性 為什麼他們要去打? 他們基本上一面左右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那你想一下 你看看那個國防部長 真是流口水了 怎麼可以這麼大病不趕 你看他走路 真的差不多走不了 差不多整個 哎呀 怎麼可以不報告 接著就失蹤又不報告 這樣的國防部長說 你們拿你們所有的安全筆給這個人 哎呀 我看他真的 所以這些真的很差 他以前的人上來 就是因為他膚色 所以他上到這個位 你賺很多錢 現在就是提升 就是提升膚色 提升那些同性戀變性 那些 正常白人男人那些 都沒有地位 所以他們國家是他們建起來的 最後真的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我覺得挺擔憂的 他簡直是說消滅白人 簡直是對付 針對他們的敵人 就是現在美國內部最大的敵人就是白人 這樣也有 這樣也有夠膽 而且那些白人就不能出聲 又不出聲 應該要出聲 你現在再不出聲 以後就沒有機會出聲 不出聲 特朗普出聲 大家支持他 只有他一個人出聲 是啊 特朗普怎麼壞成這樣 你說他什麼都沒有用 他怎麼出聲 所以 這個要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就是最典型的一句2016年的時候 我在坐在場 聽著他代表他 I am your voice 就是我是你們的聲音 你們全部沒有聲音 我是你們的聲音 所以他亂說 有些真的亂說 他怎麼說 講到怎麼不正確呢 越不正確下面的人越支持他 就變得 夠膽代表他們說的 這個很重要 是吧 那些實際就是人民的聲音 是吧 所以 所以 真是今年 不知道哪裏出問題 會出成怎樣 大陸更加是 人民沒有聲音 誰的聲音 誰說的 沒有人有聲音 大陸的人就走 有走不了那麼多 股票市場就倒成這樣 所以 股票市場真的是大件事 一個股票是樓市 沒有辦法 因為過去很好 每個人都借到足 一下子現在一個反轉 就變成真是跳樓 他們那幫人沒試過失敗 已經跳了幾個了 已經跳了幾個了 三十幾歲 很多不知道 真是沒有辦法 小雅 你那些優惠會 原本炒樓的優惠會 炒股票更加快 立刻見效 這次股票一跌下來 就是上海那些三十幾歲 原來那些基金 做基金的人很牙策的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天才 那幫人我看到他們 哎呀牙策都飛了 你們香港人不行的 美國人也不行的 只是他們可以的 你搞到這次跳樓 這次大陸那個shock 那個真是shock來的 不得了 從來這幫人何時試過失敗過 一輩子都是讀書也好 那樣那樣 一帆風順 突然間做過這樣的事情 原來全部 整個局的基礎出了問題 系統的基礎出了問題 這個他們應該開始明白了 中國的股市樓市在海市滲流 債市呢 什麼都有事的 真的什麼都有事的 債市是很大的 大到不得了 整個銀行出了事 銀行沒有希望 所以今年呢 說回新年流流的事 應該說一些很禮事的說 今年新年流流 我要怎麼說呢 香港好彩 真的香港真的好彩 香港還有一些以前的事 我只是說一些好事 香港的上市 香港的上市公司 香港不是大陸那些 不是大陸來香港的那些 香港本身的公司 香港上市那些還跟回計規則 還有那些還有一定的儲備 但是當然都有幾個是比較是 借錢借多了 但是大部分可以說 我估計七成左右 還是頂得住的 所以香港不會馬上散散 大陸就到過來了 只有三成左右是沒問題的 七成有問題的 所以最後今年最重要的是我看 我可能到五十一年多要保守一些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是自保 保住你們的東西 保得一些是一些 真是保不了就沒辦法 但是保得一些是誰 那個親中的香港有一個 我忘了公司的名字 那個叫陳啟忠 那裡都做很大的生意 他說他退休給個位子給個兒子 接著說要保財保命 說得對的 說得對的 這些都是很親中的 這些都是很親中的 以前講共產黨講到 拍共產黨馬尾拍到 但是今次都玩完了 很多玩完了 都很多的 很多的 今年我們開始 現在是二月份 五月二十號 講回保財保命 郭文貴也出來跟我說 保財保命報仇的三件事 他都這麼說 我問他 不是我採訪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做這些 就是保財保命保家報仇 在家裡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真是他原來的想法 但是他這樣搞到大 我直接誰害死他呢 我是覺得他手下的螞蟻害死他 當他神那麼敗 是的 真是害死 後來他自己就不知自己是什麼人 搞到 以為自己真的是神 那麼他今年 我為什麼要大家關注呢 五月二十號他開庭 在庭審點 我挺有意思的 整個案件 真的挺揭發 揭出中國大陸那些 那種 貪污腐敗權力 還有我有時間 我就想找一期 專門說回頭 說回他裡頭幾個人 孫力軍 劉岩萍 副政華這些全部是副部級幹部 和郭文貴有這個關係 這些權力大到你沒辦法想像 是的 我和那個副政華交過手 不得了 你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就是那個人失蹤了 不見了就不見了 沒有的了 是的 很厲害的 這幫哭力 可以這麼說中國傳統的那些 哭力 殘酷的哭力 冷酷的哭力 是吧 力就是那些官力官力 他們這幫人就是共產黨手下這些人 在這裏他們一方面 真是對人民 怎麼去壓榨普通人做生意的那些人 普通人 怎麼去劣奪國家財產 最後呢 怎麼通過這些 你想一下郭文貴之作為 我都覺得很吃驚 為什麼他們會信任這樣一個人 因為我和他們打了這麼多交道 為什麼會把這麼多的錢 交給一個實際上 怎麼說呢 平時給我和他們做朋友 怎麼這麼說呢 交個筒子給他們 都信不過的人 為什麼 我現在在寫著 我一直在寫著 寫著很多想法來 這個很典型的說 中共是怎麼統治的 統治到最後 這些人每個都沒有安全感 將錢轉到海外 是怎麼轉的 到時 郭文貴被美國抓這個案 我是看著它為什麼 現在找出它32個億 有32個億的人 為什麼要宣佈破產 當然那些錢不是他的 是 他在北京是很高調的 那個叫什麼 盤什麼 盤古大觀 盤古大觀 我進去看過 是真的七星級的 是七星級的 怎麼知道是六星還是七星 不是沒有的 其實最高是五星 他自己呢 不是他自己 自己還有十五星 他自己還有十五星 是的 問題是他們看到 在北京看到 最美的那間 所謂最貴的那間酒店 那就信他了 所以在大陸 你不可以肆虐的 你永遠在這裡吹 吹多幾個零 個個都是吹多幾個零的 那他就是這個 那連這幫公安都給他搞定 不是 這個是第一個 我是反過來的 他是公安的錢 給他搞定 否則他沒有錢 第一個是這樣 就是我追溯了 他是最好的 最早是國安那裡的錢 香港去的錢 全部是國安的錢 國安哪個人 怎麼去到 去到之後 有錢的那些不高調 要他去高調 他又喜歡去高調 但是這樣高調 滾了很多外國政要 他把錢過來 那些錢就有地方洗 就是去洗錢 money laundry 那些錢洗到那裡 到時怎樣 這個中間很複雜的網絡 是永遠有這樣的人 中石那個姓 那個廣東話怎麼叫 解放軍 蛤姓蛤蟹 蟹 好像說了毒蟹 應該 毒蟹 矯蟹 矯蟹的蟹 不是 他只有解放軍 那個解字 短文都應該讀蟹 普通話讀蟹 是 是 他也是這樣的腳色 又是一個工廠農民工來的 就出來也聞也聞 中國是這樣 那些農民工夠膽 因為他從沒有東西開始 他衰了 他就變成沒有東西 不只是農民工 他也找有犯罪紀錄 在監倉挖出來的 有犯罪紀錄 家裡全部在那裡 家裡插在他手上 跟著那些犯罪紀錄 可以隨時拿出來的 而且你知道 夠膽犯罪的人 他有這個膽去做的 這個很說明 中國整個改革開放中間 亂七八糟的那些 背後的事情 跟這幫盜國賊 偷了國家的東西走 我現在就一直 今天說回今年應該看什麼 這個案子最好看的 我到時跟大家一點一點講解 挺好看的 小嫻 用一個你讀歷史 到底還有沒有國家剩的 我覺得是偷到空了 房地產 其實房地產的 這次這樣倒的 其實就是那些人 將國家 將人民的土地偷盡 偷盡之後炸到乾了 炸到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殼 那個殼就這樣倒的 真的只剩下一個殼 真的只剩下一個殼 你看他救那個股票 沒有這麼多錢出的 只是雷聲戒雨點笑 夠完還要倒的 就是它不是很夠錢夠 你夠完要拿很多錢 起碼拿十萬億 二十萬億來救 又說二萬億 二萬億都不見了 都沒有人看得到 二萬億在哪裡 根本就是不夠錢 所以中國的發展到了沒有了 中國不是這個所謂經濟奇蹟到了沒有了 美國就知道它又出了事 但是它不夠膽講這句話 它到了尾 就是你從我歷史角度 還有什麼你感覺到的 你自己認識的人 你感覺到尾 就是中國人以前說山羽肉內封滿樓 現在真的是封滿樓的時候 我看一下哪裡安全的 他們說美國你看看國家 借了這麼多錢 花了 到底錢去了哪裡 現在就說什麼黑石啊 高盟啊 他們那幫人拿著控制著 但是控制著的錢在哪裡 很像黑石啊 那些地產的portfolio 大到你沒有辦法選擇 但是都是它的 而且幾多大城市整個都拿著 所以到時候 又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情的 我前幾個月 有一篇黑石的房地產專門的文章 現在是報的 我放了上去Patreon 大家要找我去看美國經濟那裡 那個藍牧你可以找到的 我也要去找的 所以 太平洋 你說了 我都同意你 因為美軍已經在菲律賓了 但是美軍不在台灣 所以菲律賓那裡 美軍你弄死了一兩個人 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立刻就糟糕了 美飛軍是同盟的時間 同盟的時間這麼長 很久了 這次派到很多區 美國大量的武器 實際上它就不放在關島 放在那裡而已 更近一些 它就移到關島 奧吉拉華那些東西 過去菲律賓 台灣呢 台灣人自己可以和中國大陸談的 我估計下哪些談都可以 這麼多渠道還不談 菲律賓是另外一回事 菲律賓肯看著美國人去談 所以最後不知道怎樣 真的不知道怎樣 從新聞角度來講 今年好玩 今年好多話 多話啊 多話很多 是啊